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演技太犀利 三天二十亿点击亮惊呆网友 在当下激烈的演艺圈竞争中,年轻演员杨子凭借近期在仙侠剧《长相思》中的出色演技,再次成为观众和业界的焦点人物。 仅仅三天时间,该剧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就突破了二十亿,足见杨子演技的魔力有多大?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九五后小花的演技如此出众,令人叹为观止? 细细探究下来,我们不难发现,杨子的演技实力犹如一个多层次的艺术殿堂,囊括了眼神、台词、肢体语言等各个维度的精湛演绎。 从眼神到台词,杨子演技的百变魅力尽显。 在《长相思》中,杨子饰演的纯杨之体《少女小妖》,凭借一个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就能让观众魂飞魄散。 从忧郁到坚毅,从温柔到伶俐,她的眼神变化丰富多彩,熟练驾驭各种微妙情感。 有观众感叹,杨子的眼神太绝了,我感觉自己都被她的眼睛吸进去了,根本抵抗不了。 可见她的眼神杀绝技,着实让人难以招架。 除此之外,杨子的台词功底同样出色。 无论是古风韵味十足的文言对白,还是幽默诽谐的日常吐槽,她都能做到出色诠释。 有观众调侃,杨子的台词功利简直绝了,听她说话就像在听天赖之音。 可见她在语言表达上的卓越功利,足以让观众如痴如醉。 可以说,杨子的演技不仅体现在细腻入微的眼神驾驭上,更延伸到了富有张力的台词诠释。 无论是内敛深沉还是活泼挥谐,她都能游刃有余,令人叹服。 从肢体语言到角色刻画,杨子演技无所不能。 除了眼神和台词,杨景的肢体语言同样是她的一大看点。 在《长相思》中,她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饱含戏剧张力,从轻盈灵动的身法到气势磅礴的打斗场面,无疑不体现出优秀的肢体控制能力。 有专业舞蹈老师评价她的表演犹如在跳一支视觉盛宴的艺术舞蹈。 这不仅凸显了杨子出色的肢体语言功底,也折射出她对角色的精准把握。 无论是精致婉约的少女,还是英勇刚猛的武林高手,她都能通过动作表情的细腻刻画,勾画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。 可以说,杨子是真正做到了身临其境,将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。 从童星到实力派演员,杨子演技的蜕变历程。 杨子的演技进化史堪称是演艺圈的励志传奇。 从儿童剧《家有儿女》中可爱调皮的小角色,到如今能够驾驭各种复杂角色的实力派演员,她的演技进步可谓神速。 资深娱乐记者分析指出,杨子的演技进步速度堪比光速,从早期的稚嫩到如今的炉火纯青,她的蜕变可谓是演员自我修养的最佳注角。 这不仅得益于她出色的天赋,更离不开多年来不懈的专业、训练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。 如今的杨子,已经成长为新生代演员中的顶流担当。 业内人士预测,她的演技潜力还远未被完全激发,未来必将成为华语影坛的一颗璀璨明星。 面对如此殊荣,杨子本人却保持着谦逊的态度。 她表示,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希望能够不断突破自己,为观众呈现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这种对艺术不懈追求的态度,无疑令人由衷敬佩。 观众一致认为,杨子已抵达演技巅峰。 面对杨子在长相思中的出色表现,观众的反响可谓是一致好评。 有网友表示,杨子的演技简直强得可怕,看他的戏就像在欣赏一场视觉盛宴。 另有观众调侃道,杨子的演技已经突破天际了,其他演员还怎么混啊? 可见,观众已经将杨子的演技水平视为业内顶尖。 从细腻的眼神诠释到富有张力的肢体语言,再到驾驭各种风格台词的出色功力,杨子无一步展现出了优秀演员应有的综合素质。 业内专家认为,他已经达到了演技天花版的高度,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新生代演员代表。 总的来说,杨子的演技之路可谓是从天赋天才到演技巅峰的精彩蛻变。 他以出色的综合演技实力,不断刷新观众对年轻演员的期待,可谓是华语影视圈中当之无愧的明日之星。 未来必将在演艺道路上续写更多精彩篇章,为观众带来更多震撼视听的精湛演技。 著名主持人报道肖战得显紧致。 三大名导配三大权威,肖战太牛。 近日,肖战主演新电影《得显紧致》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榜,多家官媒都在报道, 著名主持人程杰斯老师也在报道肖战新电影《得显紧致》, 更多的是为肖战点赞,佩服肖战火热的发展状态。 值得一提的是,程杰斯老师直言肖战能够连续合作徐克、 郑小龙和孔生三大名导,搭配上钟影、金庸和郑五阳光三大权威, 演员肖战实在是太牛了,没有人可以阻挡。 据悉,随着肖战新电影《得显紧致》正式官宣禁组, 著名主持人程杰斯老师也进行了报道,连连为肖战点赞, 感叹肖战强大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, 徐克、郑小龙和孔生三大名导搭配钟影、 金庸和郑五阳光三大权威,如此火热的发展状态, 肖战太牛了,就是不可阻挡。 对于肖战来说,这也是肖战演艺事业的最好诠释, 更是观众们都看到的情况,演艺事业红红火火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都在为肖战点赞,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,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能够再创佳绩。 如今的肖战,已经进组了,然而在爆料领域, 网上陆陆续续爆料了太多肖战的影视剧作品。 我的答案无悔追踪、降门独厚、心望脚、卡门等络绎不绝。 总之祝福肖战,不管怎么说, 肖战都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实力派演员, 希望肖战越来越好,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能够再创辉煌。 作为小飞侠,话不多说,继续跟随肖战的脚步, 共同努力奔赴美好的未来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